国际焦点先带你来关注的是俄罗斯昨天举行胜利日大阅兵 而乌军趁着俄罗斯忙着阅兵之际 对俄罗斯内陆的炼油厂发动无人机的攻击 这座炼油厂距离边界足足有1200公里 创下乌军无人机打击最远的记录 另外俄军则是趁着西方新军援还没有到位之前 猛攻乌冬三个防御弱点 暗夜中远方的炼油设施陷入火海 俄罗斯民众惊呼连连 因为这是当地第一次见到乌俄战火 周四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炼油厂 位于俄罗斯巴什克尔托斯坦地区 距离乌俄边境足足1200公里 创下乌军无人机最远的攻击记录 几乎快要飞到哈萨克 乌军打击俄军的后勤 就是为了替前线争取更多的时间 因为俄军趁着美国的援助武器 还没送到的时间差 尽可能扩大这波攻势的战果 乌军手上为数不多的 还有去年美国给的M1A1艾布兰坦克 乌军四十七机械化旅士最早配发M1A1的先进部队 但是战力发挥不如预期 乌军认为是缺少了关键的外挂装甲 很容易被反坦克武器猎杀 无军需要的就是ARAT-1 反应式装甲 可以手动迅速安装在车体跟炮塔的两侧 原理就是利用双层的金属构造 从不同的方向分散爆炸的冲击坡 是美军专门为近距离巷战打造 美军似乎也察觉到不对 近几个月以来 乌军的M1A1也逐步换上ARAT-1 但速度恐怕不够快 因为乌军的防线弱点早被俄军摸透 巴赫姆特以西八公里的战略要地查苏夫亚 俄军本来希望在5月9号胜利日之前拿下 献给普钦 但是乌军顽强抵抗 至今还在激战中 俄军的斩获主要位于阿夫迪弗卡方向 西方智库就观察到 俄军在阿夫迪弗卡附近 其中一股攻势是从欧射林 沿着铁路线往北推进 另外一股则是不断突破 乌军西边水渠的防线 俄军近日在拿下乌曼斯克附近的地带 此时此刻俄军还举国沉浸在胜利日的激情中 事实上在西方眼中 前天总统普钦主持的缩水阅兵大典 看起来就是指老虎 不过纽约时报的看法不同 认为俄国弥漫的气氛经非昔比 战况最动荡的时刻已经过去 经济也比一年之前稳定多了 是他贏吗 至今他仍然不断了 这不是只能够兼职的 带助力是一段时间 要到战场地 去处门 到战场地战场 而是在乌米尔的状态执及了 压力量的重力量 我们已经看到他 增强着的线在日期时时 但我们之后看到了 西方最擔心的 还是普京频繁的核武威胁 其实早在大阅兵前的两天 俄罗斯的附庸国白俄罗斯 就先一步搬出能够搭载核弹头的 伊斯坎德弹道飞弹 接下来轮到俄罗斯南部军区 也要核武演练 专家认为普京不会真的蠢到动用核武 但不时挂在嘴边 要恐吓西方也算是绰绰有余 俄先生这么道 美国总统拜登对以色列划出红线 威胁要停运3500枚的精准导弹 但给以色列 不过纳坦雅胡也放话了 就算是美国不挺 他们也要孤军奋战 到底没有要放弃进攻拉法 在关卡集结的坦克 就朝拉法一座清真寺炮轰 不过白宫发言人说 今天稍微缓假 说这个弹药是暂时停止供应 并不是取消 看着前方我爱加萨的标语 以军坦克照样直指往前开 将标语狠狠撵过 这段以军坦克主观视角 显示指导拉法关口的过程 巨型以色列旗帜就飘扬在坦克后方 最后甚至有以军人员 在拉法升起国旗 拉法地区风声鹤唳 连埃及一侧都能听见枪炮声 另一段以色列国防军公布的画面 显示坦克大军已经悄悄出动 还有以色列士兵同步行军 准备展开新任务 以哈谈判再次破局 随之而来的是拉法地区清真寺 遭到锁定 现场一片狼藉 还有死伤者躺地 但拍摄者走了半天 却看不见半辆救护车前来救援 无情战火要逼得 拉法民众得收拾家当 大逃亡 所有人已算不清 到底逃过几个地方 由于以色列自认 目前只进到拉法东部的小角落 所以还是有限行动 但官方上上下下都看不出 有收手打算 甚至隔空对美国说 以色列也有足够的武器 能攻打拉法 暗示不怕踩到拜登的红线 面对以色列 拜登陷入两难 传终美国已暂停 3500枚精确制导炸弹 运送到以色列 然而白宫国安会发言人 却又说只是暂停 并非取消 没有真的要撕破脸 拜登胡等纳坦雅胡回心转印 两人毕竟有超过40年老交情 年轻时的拜登曾为了停译说出这句话 却没料到以色列商级太多无辜 引爆美国学运潮冲击拜登选情 不过共和党也跟进痛骂拜登 要拜登继续援助以色列 共和党参议员葛兰姆甚至惹出试验风波 搬出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做比喻 认为如果停止援助以色列 将注下大错 结果引发日本外务大臣不满 痛批这样的比喻失当 无法接受 美国为了以色列上演口水战 但以色列似乎不在乎外界看法 以色列总理在放话不惜孤军奋战 导致这把火又继续烧向欧洲歌唱大赛 这次主办的地点瑞典就出现大规模挺拔示威 民众不满以色列歌手晋级决赛 要求主办单位禁止他登台 预计决赛当日又会引爆一波紧张对峙 点新闻 宗活导 好 接着来看大陆在2015年 喊出中国制造2025 目标就是要转型为制造业强国 专注发展高科技产品 包含航太设备以及新能源车 而距离2025年只剩下不到8个月了 美国持续的对中国科技封锁之下 彭博社则预言说印度最快可能在 2028年制造业就能超车中国 会长高的镜头 这是大陆华为最新旗舰手机 Pura 70 Ultra的最大亮点 而这P系列手机更被中国大陆赞为 几乎可以说是百分百 Made in China的国产手机 有专门拆解手机的团队 把华为Pura 70E层层拆开研究 发现这只手机的零件国产程度 确实比以前高了 根据大陆科技媒体报道 系统单晶片是华为旗下 海思新一代自研 采用中芯国际的麒麟9010处理器 荧幕用的是大陆的京东方 维信诺 镜头感测器是大陆的豪威科技 快闪记忆体晶片容量已经达到1TB 而这次的封装可能也是华为旗下的海思包办 面对这样标榜近乎全国产的手机 在大陆催出一波爱国换奇筹 我觉得它的科技实力是很强劲的 非常具有创新精神 我感觉华为是咱们国货之光 也能代表咱们越来越好 问题人可能我一直都用的是华为 就是家里人也全是华为 所以说新几次出来我就是盲买 年轻人坦言华为出的就是盲停买报 华为在近年美国的科技封锁下有所突破 这能代表中国大陆正一步步接近 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了吗 希望转型制造业强国达成高端制造 自给自足 这是大陆2015年喊出的目标 而现在距离2025只剩不到八个月 大陆完成了多少 至少在电动车这一块 大陆认为出口有起色 像以前欧洲是我们整个出口的可能 类似一个荒漠地吧 但这几年随着中国制造力量的一个强大 欧洲更多的对我们国产的一个电车 出口形势都在逐年的一个增长 2023年大陆出口约120万辆电动车 甚至大陆车商还开始把产线外移 这几年中国汽车品牌出海正在经历 从传统的贸易出海到品牌出海 生态出海的巨大转折 只不过大陆的电动车野心引来欧盟警戒 而在电信设备上华为的发展 引来拜登政府的加大施压 华为的最新笔电采用英特尔处理器 等于打脸了美国政府的出口线令 让白宫再对英特尔与高通撤销了部分的出口许可 大陆马上痛批 又是美国在搞小院高墙 只不过中国大陆未来要防得竞争对手 恐怕是周边的邻居印度 因为印度也想凭一个印度制造 印度总理莫迪更希望把人口数相当于巴西的北方邦 来当作吸引外资的示范区 彭博社分析印度有可能在2028年就能超车中国 成为全球GDP的主要贡献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国际油价5月10号涨到一个星期来的高点 而金价则在4月一度冲破每盎司2400美元 后续微幅下跌 尽管金价已经从4月中旬创下的记录高位回落 但是今年以来仍然上涨了大概12% 油价跟金价的上涨不外乎都跟国际的情势有很大关系 一颗颗的金豆子洒下来 金光闪闪听到的全是钱的声音 国际金价在4月一度冲破每盎司2400美元 后续微幅下跌 过去几周也一直在2300美元区间窄幅波动 尽管金价已经从4月中旬创下的记录高位回落 但今年以来仍然上涨了约12% 黄金是国际市场上重要的避险资产 所以说当这个地缘政治紧张情势恶化 对未来的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升高 那金价呢就会因而推升上扬 那这个现象呢符合目前的大环境的情势 那此外呢金价跟美元走势呢 基本上呈现相对程度的负相关 在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之下 投资避险成为王道 因此让许多投资者转向购买黄金 再加上战争立场因素 也可能影响许多国家持有美元的意愿 因此为了稳定外汇也可能选择黄金 尤其印度这几年经济成长率高 黄金的需求也会增加 都可能造成黄金的价格居高不下 不过除了金价国际油价五月十日 涨至一周以来的高点 恐怕也和需求有很大关系 原油呢是国际供应链运转过程 最重要的原物料 所以说当油价上扬呢 那成本压力呢会渗透到供应链 所有的环节 那油价金价双涨 表示这个国际上的油脂热钱呢 仍然相当充沛 那以至于原油跟黄金呢 成为这个热钱锁定的目标资产 以布兰特原油来讲 在中东情况最紧张的时候 它曾经涨到一桶超过九十万能源 那现在又跌到八十二八十三左右 那其实它的这个波动还是蛮大的 那对台湾来讲呢 其实我们还是得密切关注 因为我们台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能源 就是要依赖进口 那特别是原油 油价金价的涨势都和国际情势 有很大关联 除了供需面受影响 对投资人来说 也代表某些讯号 譬如说最直接相关的油价降低 因为我们是做股票的 我们就马上想到 航空股 航运股 他们的这个成本就会降低 那原则上去做多次这类股 应该就会相对有利 其实台湾人在做黄金 所谓的做商业投资 他不会去买金融商品 他会真的去买金条 起来 回来放着 这个是真正最保值的 对于投资客来说 油价金价的波动 都代表不同的运作 尤其目前黄金价格稍微下跌 但涨势还是可能在起 所以未来美国联准会 启动降息 那导致这个强势美元告终 取代以相对弱势的美元之后 金价就有可能再上扬 可能在这接下来的两个月左右 应该会在这个地方 高档盘整做投的几率 应该高一点点 这个黄金温和的这样子 一直上涨上去 对经济是好事的话 其实对未来的股市 投资之类的 其实人的资产 它是原则上 它是会呈现良性的慢慢增加 这不是坏事 是好事 毕竟许多学者认为 适度的通货膨胀 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但必须是和缓的通膨 对整体经济的影响 才不会造成冲击 TVBS新闻 何将许坤山 一些单词 特别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